字幕后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在我小的格层里面 我们在处理面积的问题 那麼有分兩種 那也可以分成三種 那麼我醬子好了 我把它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有規則的 然後第二種是規則的 第二種是規則裡面的不規則 規則裡面的不規則 那我等一下再跟你說 那個所謂規則中的不規則 其實它就是複合圖形 第三個呢 就是不規則 那麼什麼叫做規則呢 什麼叫做規則 我們在國小裡面 以講得出來的形狀 都叫做規則的形狀 你們以前學過什麼 來算 你們學過正方形 長方形 三角形 還有什麼形 靈形 四邊形 T形 靈形 真 身形 好 這是你們之前學的 主要 大家學 那麼包含 圓形 它都是屬於規則的形狀 都屬於規則的形狀 那麼還記不記得 主任以前在教的時候 來 我們是把這些形狀 把它變成什麼形狀 提交為 來 我們在讀國小的形狀 除了這兩個之外 我們把平行四邊形 T形 三角形 都把它變成什麼形狀 我們才可以做它的面積 長方形 他講對了 他講說 把這些形狀 把它變成長方形 我們才會做 如果沒有把它變成長方形 我們就做不出來 我們所有的工式 都是從長方形裡面 變出來的 加油 有沒有聽到 來 比如說 T形的面積怎麼球 這裡有一個T形 T形的面積怎麼球 上底 來 為什麼是上底加下底 乘0 挖扶乘1 交處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把T形畫兩個 有沒有看到 這個T形重複畫兩個 它這樣是不是就變成一個長方形 那這個長方形的長 就是下底再加上上底 那麼它的這個寬的部分呢 就是原來T形的高 這樣是不是長方形 知道嗎 然後呢 今天我們要進行的單元就是圓 圓 圓也算是規則的 來 剛剛翁家文說什麼 把所有規則的形狀都把它變成長方形 等一下 我們要把圓把它變成長方形 圓要把它變成長方形 知道嗎 等一下再跟你講 來 這是規則的 規則中的不規則 的意思是說 來這裡 以前我們也學過這樣子的形狀 這樣子 對不對 這是不是三角形 三角形 如果說我在這個地方 剪掉一個三角形 那麼這個面積怎麼算 大三角形剪掉長方形 或者是說 這裡有一個形狀 然後請問斜線部分的 斜線部分的面積是多少 大的正方形 剪掉小的正方形 這樣知道嗎 來或者是說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下面有一個正方形 那麼就是長方形再加上三角形 就是它的形狀 你說 他要回家 他要回家 好啊 再見 有一個美好的下午 有一個美好的下午 再見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 你聽不懂 待會兒 等一下 你那麼想見到他 好繼續 主問只要看到王凱人的 笑嘻嘻的 就看到你的時候我都那個 他很認真 來來來再來 這是 這叫做複合圖形 那麼我們今天呢 在原面積的部分 也有很多的複合圖形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看 誰加誰 誰減誰 用什麼東西去減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有幾個 要判斷 知道嗎 然後再來是不規則的形狀 不規則的形狀 就這樣 各位同學這叫做不規則 好 這樣子呢 叫做 好這樣子 比如說這樣 他不是梯形 他也不是平行四邊形 他也不是長方形 他也不是正方形 來各位同學 其實就不好算 知道嗎 那像這樣的題目 照理說他會給你其他的條件 你可以用兩個三角形 把它夾起來 他會給你條件 不給你條件的話 他也算不出來 知道嗎 那像這樣子的 是不是不規則 對不對 來你給我算算看 除了臉上的皮 面積有多大 他也是不規則 欸 誰算得出來 欸可死 沒有嘛 是不是 好這裡是 來規則 規則中的規則 就是複合圖形 那複合圖形 在這個單元是 好你要思考的 來 然後再來不規則 那請問不規則的 這樣子的形狀 我們要怎麼處理這樣子的面積問題 應該怎麼辦 還沒學到 還沒辦 學到了 是喔 學 你說 不會怎麼 像這樣子的形狀 用格子 格子畫出來 用百格圖 很像 那個百格圖現在畫很多 算出來 一平方公分半公分 一平方公分半 我們看他 他有幾個平方公分 沒有到 沒有完整 而且他有完整 沒有完整 要算一個 兩個沒有完整 對 算有幾個完整的 一平方公分 和幾個不完整的 幾個不完整的 一平方公分 就算他 就可以算出他 他不完整 所以要就是 一級 好 來 像 比如說 三角形 如果說你不知道他的 你不知道他的 你也不知道他的高 你也可以畫 那你是想要慢慢的去算盒子呢 還是呢 利用我們之前提供給你的一些方法方法去處理這個面積的問題 好嗎 好 可以喔 那我們現在來講這個 圓 剛剛說的 這些形狀把它變成長方形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把圓形變成長方形呢 請問要用什麼方法 來 賀兆賢 圓形要怎麼把它變成長方形 很幸運的 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圓形 這用很久了 這很好用 這面積 這面積 這圓啊 這是不是圓 這裡有一個圓 要怎麼把它變成長方形 這裡有一個圓 要怎麼把它變成長方形 來 比如說這樣子切 這樣子切 這樣子切 好不好 好的 不好 那你這個怎麼辦 這個面積是多少 你要怎麼加 這個要怎麼加 這些再來用百格圖 好不好 用百格圖再畫格子 那如果說 以後你碰到的每一個問題 都要這樣子把格子 而且那個格子也不一定準確 對 不一定它是大約 因為這個 不完整的這個部分 每一個地方呢 它 每一個圈頭不一樣 每一個圈頭不一樣 是不一樣 對 那怎麼把它變成長方形 貼 切 切 切蛋糕 切越多等分 切蛋糕 有沒有看過 切蛋糕 我們切蛋糕 是不是就像這樣子切 對不對 切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排 切這個蛋糕 切這個蛋糕 再切這個蛋糕 切這個蛋糕 好 我們這樣就切 慢慢的切 來切完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 排一下 排一下 它不是提醒 其實就是說 像我們把它切的那麼大片 來三個紅的 四個綠的就是平行的 對 對 像我們切那麼大片 你看起來會像是平行四邊形 那如果說切小片一點 它旁邊的這個斜度啊 沒有那麼 跌少 對 那你就看起來 它就是一個長方形 好 那當然 我們這裡就會把它變成 來 各位同學 來 來 這樣子是不是一個長方形 不是 長方形 不是吧 來 我跟妳說了嘛 剛剛我就有跟妳說 如果說我把它切小一點 看起來就會像 長方形 那妳現在為什麼看起來不像長方形 因為它這個 這個弧啊 這個弧它是有彎曲的 知道嗎 有沒有聽懂 那如果說這個是直直的這樣 那妳如果說切得很小很小 它的那個弧度就不會那麼的明顯 知道嗎 妳如果說切越大 它的弧度是不是看得越明顯 好 那麼這就是一個長方形 它這樣是不是就變成我們的長方形 然後剛剛的那個圓曲 那妳有沒有把它抽掉一塊 還是增加一個 沒有 對不對 好請問妳 長方形的面積怎麼算 很小姐 答對了 長方形的面積是長乘寬 好 這裡的長 在這裡 好 這裡的長 的長度 代表什麼 這裡的長度等於多少 圓的直徑 圓的直徑啊 這裡是圓的半徑 這裡是圓的半徑啊 半徑是圓周長 圓周長 來 我們說一個圓是這樣子 對不對 圓心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剛剛切是不是從這個地方切 這個長度在哪裡 這個長度是不是這個長度 我們在切的時候是不是這樣子的長度 這個是不是半徑 這個長度是不是半徑 看到沒有 來各位同學 這個長度是多少 半徑 半徑長 半徑 那請問 這個長度是多少 這長度是什麼 圓周長 圓周長 圓周喔 是紅色跟綠色 我們剛剛排在上面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上面是紅色 下面是綠色 半徑 一半徑 對不對 紅是代表這個圓周的一半 對 綠是代表圓周的一半 對 所以這個長代表什麼 圓周長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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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周的一半 圓周的一半 一半要怎麼寫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一半叫做二分之一 知道嗎 嗯 我有收到 國三學生 還在給我寫 這個 我還收到一個 程度相當好 相當好的小孩子 我二 他 是寫 這個 知道嗎 寫這個 寫這個 不好 我還收到國一 我跟他講得很 很 可是他始終不敢 來各位同學 聽我講 來 各位同學 講個月分 你要養成習慣 要好約 如果說 我怎麼講你都 不這麼用的話 那苦頭是你 不是我 因為 我在使用我 還是使用分子 我用約分一下子就處理完畢 那你要再用長處法 長處法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真的 我看到 國中的學生還用長處法 就想要 要短處法 下去 短處法 短處法 短處法是可以整處的時候 才有短處法 來 圓周的二分之一 來 主任教過什麼 德是什麼 德是成 德是成 那我們就知道說 這裡的面積 這個面積是什麼 就是你的面積 再來一遍 這個面積是什麼面積 圓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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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面積應該怎麼講 這個面積是不是長 水耳環 這裡的長 水耳環 是圓周 圓周 圓周 的 半 然後呢 再成以 這裡的環 是半 階 所以 圓 圓面積怎麼算 圓的面積就是圓周 年周的一半 全分一半 這樣有沒有聽到 來!不要看 這是什麼? 圓周 圓周的什麼? 圓周 我現在要把它擦掉 我現在把它擦掉 我現在要問你 我很帥 你來 這個面積怎麼算? 這是什麼? 圓周的 二分之一 再乘以半径 這樣就背好不好背 好背啊 背給我聽 圓中乘以二分之一乘以半径 好,你講得很好,不錯 但是呢,我們的課本的上面 這樣不是這樣子寫的 是半径乘半径才圓中律 為什麼是半径乘以半径乘以半径 可是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在討論這個圓面積的時候 不是圓中乘以二分之一 圓中乘以半径乘以半径 可是你剛剛是半径乘以半径乘以半径乘以的你說 因為圓中乘是直徑乘以圓中 兩個半径叫做直徑 直徑乘以圓中律拍 然後剛剛是不是它的長是圓中的一半 剛剛的寬是多少 剛剛的寬是半径 看到沒有 然後二跟二一 然後呢 這個二跟這個二 約掉 所以呢 它叫做拍阿二四方 你跟我唸一遍 你唸一遍 欸欸,弟弟跟我唸一遍 拍阿平方 拍阿平方 要是講話出來也沒有關係 但是 我還是要唸一下拍阿平方 來,什麼叫做拍阿平方 拍就是剛剛我們在背的是什麼 3.1 3.1 1 5 9 2 6 5 3 5 5 8 9 3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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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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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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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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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是不是圓周 是不是 來圓周的一半 是不是你剛剛說的 這個紅色的部分 是不是一半的圓周 圓周的 這是圓周的一半 這裡是不是長 剛剛很累啊 圓周的一半是不是長 這裡是圓周的一半 圓周的一半 然後這裡是不是寬 這樣就半進 好像在圓點 你把中文的意思 慢慢的寫出來 寫出來它就是這樣 你先了解前面的 那有一些東西是 那個過程 就必須要經過一些過程 你才會有那種感覺出來 像我現在跟你講說 六七多少 為什麼六七四十二 當你在國小二年級 剛開始背的時候 你覺得六七四十二也是很 虛幻 就是 感覺不出來什麼 六七四十二 沒有關它 沒有關係 那你師堂跟主任在一起 就是越來越 感覺就會好 你知道嗎 懂不懂 這需要過程 好這樣子就是 圓面積的公式 我們就把它寫成 半進 天移半進 圓周裡 我們把它滑過來 怎麼算呢 解釋了很久 那我們就得到一個 方式 半進 乘以半進 乘以什麼 三倍多 三點一 你們 你們國小六年級 就要用三點一 去處理 知道嗎 國中就用派 第二個呢 主任就要跟你講說 那是一個完整的圓 那如果說它是 扇形的話 扇形的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一個完整的圓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圓 那如果說是這樣子的圓面積 請問 面積 面積是在講這個 長度是在講 旁邊的部分 來這樣子的 面積要怎麼算 就跟我們 上一次學圓周的狀況 是一樣的 知道嗎 好 來 半進 乘以半進 乘以 圓周裡 這是一個圓 這一個圓 他的 四分之三 他的四分之一 他的三百六十度分之N 他的幾分之幾 這樣看到沒有 這是扇形的部分 就是我們就要這樣子 三百六十度分之N 就是扇形的面積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有比較 痛苦的地方 還是在於說 你那個 的 的 背的感覺 會不會使用 你看 跟圓周 那個地方的感覺 是一樣的 的 背 來 比如說 這裡有一個圓 知道嗎 那這個圓的 這樣子 假設這個地方 是 三分之一的圓 三分之一的圓 請問這個圓的面積怎麼算 來 開始 這個圓的面積 這個圓的面積呢 半進乘以半進乘以圓周率 他的 他的三分之一 他的三分之一 這叫做 三分之一的圓 來 圓的三分之一 跟我唸 圓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圓的二四 知道嗎 這裡是 這裡是 扇形的面積 扇形的面積是這樣 扇形面積是 半進乘以半進乘以 三點一四 再乘以 三百六十度分之 N度 跟上個禮拜 背的是一樣 知道嗎 好第三個主任要來跟你講 來 主任現在要來跟你講 一樣好 要講的隔背 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很困擾的 為什麼很困擾 到國中就不會了 主要的問題是 出在三點一四 三心聽 這裡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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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很重要 這個單元不好學 認真聽 這個 的隔背 當然我們的救生 他們三個一定會 他們三個已經很厲害了 超厲害 這位同學你要專心聽 來 看 專心聽 這裡在城都算是痛苦的 知道嗎 那如果說痛苦再加上痛苦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們就要想辦法 什麼叫做痛苦 來 你要看 看 請問 六十四 比如說 八乘以八乘以三點一四 再加上六乘以六乘以三點一四 好 課照型的同學 有沒有痛苦 來 算給我看 我知道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有沒有痛苦 不痛苦 那你慢慢算 但是我跟你說 如果說你學了主任的方法 好 主任已經算完了 為什麼 月分 不是 分配率 分配率 那這 總跟你說 來 各位同學 你要 來 你這個地方 會錯的 原面積 應該學校老師講 學校老師講 你就可以背起來了 這個 扇形的部分 就有些人 就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他這個地方 他沒有辦法處理 是 知道嗎 關於這個地方 關於這個地方 因為 當然 八乘以八乘以三點一四 一會 六乘以六乘以三點一四 一會 只是 你碰到這個問題之後 就開始心白心照 你不煩嗎 你看到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沉那麼多 對不對 那現在請就教你一個 我就說你們會了嘛 賀同學 那 主任現在教你一個辦法 你學好不好 學了之後 你大概只要三十秒 三十秒 對 你相不相信 真的假的 真的只要三十秒 你看他們都知道三十秒 那你去看一個節目說三十秒 算我一個 你是不是知道三十秒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就可以啊 等三一四 等三一四 而且還算是不用到三十秒 對啊 等三一四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不用三十秒 這個數字大概只要十秒 十秒 對啦 快把這個秒把人家出來點 我現在要跟你們講 好嗎 那你要不要擔心聽 好簡單的 超整的 好不好 來聽我講 來這個是什麼字 的 的 對 好聽我講 你碰到 那麼多的 不要講話 三點一四 你只要碰到三點一四 題目裡面有三點一四 要算很多的三點一四的時候 你就記住總共說的話 好不好 分配女生 這樣主任好像很陰森 你是個公爵 有沒有聽過一個人 有沒有聽過一本書 有 一本書叫做天屠龍記 有 我只有看影片 我也是 有看影片也可以 在影片裡面有一個人叫做張無忌 有沒有聽過 聽過 張無忌是誰 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裡面的男主角 對不對 張無忌的媽媽叫什麼名字 張媽媽 叫張媽媽 張媽媽 這樣子好了 張媽媽 在 被 就是在臨時之前 他就跟他兒子說了一句話 一句 說了哪一句話 臨終的最後一句話 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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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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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他叫 我愛你 漂亮的女生說的話 不要相信 漂亮的女生說的話 好 那主論 你不能相信 那你要不要相信 我們可以相信 主論 我們可以相信 主論 我們可以相信 我們可以相信 你如果說你下一次 好壞 你算數學的時候 還怪我 我按摩腳吧 算數學的時候 沒有按照我辦法 就是那個 你覺得我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所以你才不按照我的方法 你也是 你要是沒有按照我的方法 你就是在說我是漂亮的 你也是 其他他們三個人 因為都會使用正確的方法 所以他們都沒有相信 就是 很相信 你們都很相信 就是說 因為 你覺得我是醜女 所以醜女的話 可以相信 對不對 對 漂亮的女生的話 不要相信 為什麼 醜的女生的話 可以相信 醜的女生 可是我覺得我很相信 各位同學 可是我很相信 上課的娛樂 快點啦 要開始教了 這個什麼 不配率 得 得 對 不要講話了 現在開始了 愛學 你要是寫不出來 就是你說我漂亮 以北開始 來這裡 六十四個 三點一四 再加上 三十六個 三點一 來各位同學 來 六十四個 蘋果 再加上 三十六個 蘋果 六十四個 不要講成 定白了 知道了 三點一 不要講話 來 六十四個蘋果 再加上 三十六個 蘋果 有幾個蘋果 三個 二 六四個 乘於三十 六十 六個蘋果 加四個蘋果 等於十個 六十四個 再加上 三十六個 有幾個 六十四個 六十四個 再加上 因為他 不習慣心算 六十四個 再加上 三十六個 有幾個 幾個 幾個 一百個 各位同學 三點一十塊 有沒有看到 個 有沒有看到 一百個什麼 來同學 這裡面有 一百個 三點一四 一百個 三點一四 等於多少 三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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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請問要不要十秒 不要 要十秒 簡單 對嗎 所以我們就是超簡單的 根據 美麗的主任 算 所以你就不能相信了 多年的經驗 我們一向相信主任 你們現在 對阿 很像都聽得懂 可是真的在寫的時候 你不相信 他主任 你出題 出題 所以不相信 你在寫的時候 這很真心 出題 主任出題 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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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其實還有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 有很多的複合讀行 等下我們這個 我會應用在複合讀行上 我們先講複合讀行 因為我下禮拜 我一個禮拜進一個單元 下個禮拜幫你們做 再讓你們上台再多複習就好了 好 第一個 最簡單的 來 同學看一下這裡 來看一下這裡 主任畫得不是很好 這裡有一個圓環 這個圓環的面積怎麼算 大圓 前小圓 這樣知道嗎 背骨 可不可以 好來 這是第一個形狀 第二個形狀 有難度 背骨 就有難度 來第二個形狀 有難度 那這裡有一個 形狀 這個形狀叫做正方形 你不要跟主任說 那是正方形 那不是正方形 我就知道 他就說我現在是T型 不能相信 他是T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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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上面有畫畫耶 這是正方形 這是正方形 可以相信主二型 正方形 就絕對是正方形 我不能相信 假設這是一個正方形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我要畫一個正方形 來 假設這是一個正方形 聽我講 這個大概 我們可以 我現在開始看 那麼 這個地方呢 來 這樣子看 這樣子是幾分之幾圓 四分之一圓 四分之一圓 這個地方是什麼圓 這裡再畫 這個地方也是十分之一圓 對不對 好 請問這個形狀怎麼 怎麼求 這個葉子 這個葉子怎麼求 我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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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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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了 我說 正方形去減掉 那個四分之一圓 就會是 剩下來那個東西 然後正方形去減掉 剩下來那個東西 乘二 正方形 減掉 四分之一圓 會等於 這個 對 這個 然後這個 我要給你求這個 對 然後正方形再減掉 這個成後 然後正方形再減掉 這個成後 成後 這個形狀成二 然後呢 來 你的意思是說什麼 就是 正方形一減掉 正方形 再減掉 兩個 這個 這個 兩個 這個 對 剪掉兩個 這個之後 主任聰明 變聰明了 這個減掉這個 嗯 那麼 它就會是 這個 對啊 這是一個方法 你說 你懂嗎 我知道 好 來 有沒有第二個方法 有 我知道 剛剛說過的話 他說 這是 這是方法一 當然 你算得出來也可以 你有你的講法 你說第二個方法 不夠不能解釋 那你說 你剛剛也講過 我知道了一個 什麼辦法 不夠不能解釋 好 你講 就是四分之一圓 然後去 在葉片中間 畫了一個 畫一條線 就變成一個三角形 然後 四分之一圓 去減掉那個三角形 就是一半的意思的面積 一半意思的面積 一半意思的面積 剛剛其實就要講 來 四分之一圓 剪掉三角形 會等於 這一個 一半的意思 然後這個東西呢 兩順 這個 就會等於 這個 這樣對不對 很透明 對 不對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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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對 這個是扇形 我們可以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扇形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扇形 嗯嗯 把這個三角形把它剪掉 這個是不是那個東西 有一半的意思 嗯 對啊 那個東西一放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有兩個 是不是就一個葉子 對啊 兩個方形 兩個形狀 這個好做還是這個好做 我覺得第二個 下面的 下面的 我覺得這個好做 我覺得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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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腦袋清楚就好 好 你自己在算的時候 要自己 要很腦袋 要很腦袋 很腦袋 要很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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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各位同學 大致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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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這裡 來 基本的形狀是這個 基本形狀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衍生出很多其他的題目 來 在這個形狀裡面 可以問這個是多少 也可以問這個是多少 聽我講 可以分開問 這裡是多少 或者是這裡是多少 這樣有沒有聽到 知道嗎 然後呢 從這個地方衍生出來 從這個地方衍生出來 看到了 這樣看 嗯 這樣子 嗯那個也 就算一個 算一個葉子 然後存一次的 算一個葉子 然後再存一次 或者是 這樣有沒有看到 這樣有沒有看到 它會叫你說 請問 這個面積是多少 會這樣 這樣知道嗎 有可能上裡面的啊 來 圖形的面積出來的時候 你先不要想說 你要誰承認誰 你先想形狀的問題 來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有聽到 好 看一下我們的獎勵上面有沒有立體 你 等一下 主任 這一題 也對 主任 我覺得 那個什麼 我們看一下最後的 最後的 第十二回 最後的第二頁 倒數第二頁 你沒有 沒有 你去跟賀兆賢看 因為賀兆賢應該不會 好 來 請 來第一題 第一題 幾分之三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然後第二題是幾分之幾分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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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隔屁的這個 第一題要怎麼算 一個大半 不要講 不要講數目字 我剛剛有跟你說 我先講形狀 一個大 一個大 一半的圓 然後再剪 一個大半的圓 一個小兩個 等一下我們分開講 你已經講過了 我 來第一題是一個大半圓 剪掉一個小圓 來第二小題誰要講 第二小題 我 好 你講 一個正方形 剪掉四個四分之一圓 可以 一個正方形 剪掉四個四分之一圓 那四個四分之一圓 就等於一個圓 這樣又懂不懂 你剛剛講 葉子題 好第三題是葉子題 葉子題剛剛就跟那個 風家瑋剛剛講的第一個方法是一樣 風家瑋是不是有講一個方法 第一個的那個方法 他講第二個吧 他講第一個 第一個跟第二個都是他講的 他第一個方法是怎麼說的 一個大正方形 一個大正方形 剪掉四分之一圓 是不是就剩下旁邊的那個 然後再剩一圓 那你剩一圓 知道嗎 好 第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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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葉余 喔 不覺得有點不覺得 不會吧 把它翻過來 一個半圓 一個半圓 翻過來是說 把上面的那個小圓有沒有 翻到下面 翻到下面是不是就一個半圓 就算一個半圓的面積就好了 來 李玉宏 第五題怎麼算 講中文啊 不要講書 你說 就是一個 一個四分之三圓 剪掉一個半圓 四分之三圓 那個有翻過來 對 四分之三圓 他講的很好 四分之三元,再剪掉一個小半圓 他講得很好 他是四分之三元 就你一個四分之一元去剪掉一個小半圓 答對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讓同學上來講 詞 曲 李毫ves 李毫v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